在北港町有一間團成七台紅骨粿店 除了這支各種 百倍用的紅骨粿以外 以這支在開發重新的產品 希望有更多人了解 並且來接受紅骨粿 在營收推出的 西頭造型的紅骨粿 在可愛造型跟豐富的兒子 在在網路引起討論 頭過兒子頭帶您來了解 打開茶館 茶館裡面蒸的 不是一般的紅骨粿 它是北港町一間紅骨粿 所推出的西頭造型的紅骨粿 北港町來一間團成七台的紅骨粿 也就是為了外面的某檔中得到靈感 所以是推出了西頭造型的紅骨粿 那造型最長的可愛 口味也最長的多元 那東西是因為看到那個芽邊的帽子很漂亮 我想說好啊 不然來用這來做紅骨粿看看 一開始做的時候當然很不順利 因為這芽邊的帽子看起來 當然是比較小 老黑人他們都希望說哦 可以買一個燒個檔案 但是想不到有一次 咦 給我朋友看到 撒基類的Facebook館上 咦 所以他們去掛地人 不曉得回想 我就說 咦 這樣也下去做 晚上想好啊 沒有研究 整種口味出來 紅骨粿的傳統上 都是用來拜拜 不過也只希望紅骨粿也能夠創新 所以是推出了塞頭的特殊作形 希望可以行為民眾吃點心 還是什麼類的好選得 希望說哦 不要在 你拜拜的時候 比較想到紅骨粿 像說哦 你想要吃點心的時候 那時候要做DIY的時候 比較想到紅骨粿這種東西 比方它是傳統的東西 它也慢慢試圍 希望說哦 可以再用另外一個方式 用另外一個風貌 讓它動散在一起 民眾若是對塞頭作形的紅骨粿有興趣 可以透過網路 或是電話向鴨架來注文 鴨架表示 它也有提供 鴨桑到處的服務 希望讓更多人來拼上 這個傳統價格創新的好主意 現在中 塞頭在紅骨粿它公布應酬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在兵雄寫時 拜一到拜五 我們就沒有做零售 如果有需要 你就是要先拿雜誌來翻譯 或是來個店來翻譯 甚至在我們Facebook 館上的粉絲專頁裡面 訂也可以 我們目前不可以現場來拿回 也可以用栽培方式 塞頭作形的紅骨粿過時 微微又好看 透過藥價創新研發 讓團統的產業 也會當有新的紅毛 記者林鵬佩 蔡鳳報導